嗨 大家好 我是小五华翔北淘机 我最快 今天我们依旧来到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 关注我所有手机的批发行情都在这里 苹果13已经发布了 它所对应的二手机行情又是如何呢 接下来带你们去二手机市场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今的二手机行情是怎么样的 来到市场 我们优先帮这位广东的粉丝林先生去市场拿个苹果12mini 手上车台呢是一个黑解无所64g的 目前市场95成星的话是在一个32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不错的一个机器 5 4寸的屏幕下内置搭载一个s4的处理器 性能方面呢也是非常不错 不用担心它会不会卡顿的一个问题 后置双摄1200万的像素 不仅支持面容解锁 同时也是支持5g网络 比较喜欢小屏一点的手机呢 这款机型性能也是非常不错的 除了续航比较拉垮一点 拿来当主力机用个230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预算在2000左右有什么机型值得入手 并且要耐用的一个机器 可以选择我们手上这台苹果茶 这是一个无所128g的 目前市场99成星的话是在一个28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在2000左右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这台机器呢也是一位重庆的粉丝张先生叫我们去市场帮忙逃的一个机器 苹果茶啊 他内置是一个a12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特别强悍 单层主板的设计 机身散热效果呢也是非常快的 6.1寸的lcd屏 整体的握取手感呢也是非常巴适的 同时续航方面呢 电池容量它也是有一个2942毫安 虽然说后置它是一个单向头 但是1200万的像素拍摄也是非常清晰的 不论是拿来当主力机还是游戏机使用个两三年也不用担心它会不会卡顿的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再来帮这位寒桌的粉丝叶先生去市场淘个苹果十二polo 这是一个无所128句的 外观橙色呢 也是跟心机一样没有磕碰划痕 心机的品质二所的价格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6000一左右的预算 6.1寸的ol一地一瓶 整体的握取手感呢 一只手打字也是刚好 内置a14的处理器 性能方面也是非常不错的 后置三项头1200万的像素 虚然方面也是不用担心 不仅支持5g网络 同时如果你有双卡需求的话 还可以单卡改双卡 信号也是非常的稳定 预算在3000左右 平时自己也比较喜欢玩游戏 要求屏幕要大 性能要好 可以选择我们手上这台苹果xs max 这是一个无所256句的外观橙色95成星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3400左右的预算 手上这台呢 也是帮一位湖北的粉丝李先生去市场淘的一个机器 这位粉丝呢 也是关注了我们一个多星期 所以也是很放心 让我们去市场帮忙淘一个橙色好一点的机器 差s max 它内置是一个a12的处理器 不仅游戏性能强悍 机身上的效果也是 是非常不错的 6 5寸的二维留意义屏 不仅显示效果好 而且屏幕占比也大 同时续航方面呢 电池容量也是有3174毫安 接下来我们再去安卓市场 帮这位山东的粉丝张先生去市场拿一个华为的机器 手上这台呢 是一个华为的p30polo 8加128句的外观橙色呢 也是一个98到99成星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 也是在一个25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的话只能说一般吧 因为相比mate20polo 它的价格的话 相对来讲要贵个好几百 性能方面呢 内置都是搭载一个70980的处理器 647寸的水滴屏 后置4000万的像素 4200毫安的电池容量 同时呢 也是支持一个双卡双带的一个机型 1000左右的预算 手上这台机器呢 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 它是一个三星的机器 三星s15具版本8加256g的一个机器 外观橙色呢 也是一个99成星 没有磕碰划痕 目前呢 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1800左右的预算 首先 它不仅支持5g网络 并且是一个256g的一个大内存 屏幕采用的是一个6.7寸的三星两k楼性屏 不仅显示效果好 而且拍摄呢 也是非常清晰的一个机器 系统运行也是非常顺畅 同时电池容量呢 也是搭载一个4500毫安 拿来单主力机用个两三年也是用得住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帮这位北京的粉丝温先生去市场拿一个华为妹的20polo 这是一个优低版本8加128句的 外观橙色呢 也是一个99成星 没有磕碰划痕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2200左右的预算 华为的机器在2000左右这款机型呢 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 这位粉丝呢 也是关注我们差不多有小半年的时间了 所以也是想换一个主力机 也是很放心 让我们去市场帮忙讨一个橙色 好一点的机器 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一个配置吧 首先内置搭载一个麒麟980的处理器 目前运行高配置游戏 像吃鸡王者这些也是毫无压力 不会卡顿 屏幕也是采用一个639吋的ol 异地双曲面屏 后置4000万的像素 并且电池容量也是有4200毫安 关于配件这块呢 现在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 手上这款手表呢 就是目前市场非常火的一款手表 华强北版本的gt2polo保存结终结款 那这款手表他有什么亮点呢 首先他是采用一个316不锈钢的材质 屏幕的话 它是采用一个mline的454×454的高清四瓦膜 显示呢 也是非常清晰 同时也是带一个吸屏场写 功能上面呢 还是非常实用的 而且它还是有一个那个mp3音乐独立播放的 它是有配一个黑色的硅胶表带 黑色的皮带 跟一个黑色的钢带 配件也是非常的多 这个的话是在一个400左右的预算 然后这款手表呢 是一个华强北版本的 s6 华强北版本的苹果s6 它的功能呢也是非常值钱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消息 电话 蓝牙 通知 心电图 睡眠监测 运动 心力 血压 血氧 蓝牙 音乐 沉淀模式QQ通知 微信通知 功能呢也是非常值钱 然后它也是一个支持磁吸充电的 这个的话是在一个2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 下面这两款耳机呢是一个无线蓝牙耳机 这款的话是目前市场非常 目前市场推的最火的一个1562m的 二代的 然后可以看到 跟正品一样的外观设计 然后续航时间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音质也是非常好 这款的话是在一个100左右的预算 这款呢是一个1562a的 然后支持降噪改名通透的 基本正品有的功能 它都有 然后续航时间也是非常好的 它是带有一个降噪的 打游戏的话用这个是非常适合的 这个的话是在一个200左右的预算 呃好了 今天的话就差不多分享到这了 如果说喜欢小五的给小五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